《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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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节》 《天文》 《天文》 大家平时说的多少是玉节 《玉节》 《色节》和《无色节》的那些 bled 《Tempo Evangelique》 《天文》 《天文》 全部都是玉节 《的样子》 《十部分》 四界和五色界 輪回是到不了 除了沒有這種認知的話 基本上就在御界六道 你有持育、有慾望 就在御界六道 很少,所以有定律 你看出殘已經出御界了 四界和五色界 還會在御界六道 三界輪回 也會 一會落下來 也有可能回到六道 那再上去又是很難的 也不難吧 那也要靠修 他有時候修其他州派也可以 北極界印度外道也可以 就讀社會結合社會 四界八點 就讀社會結合社會 就是那個印度教 其他教派不是也修嗎 共修法 四界八點是一定要經過這個過程嗎 還是說 他以前是佛陀 佛陀推舉 四界八點是他的所有弟子 當時從印度教就是修四界八點 當時很多弟子已經學過四界八點了 所以他要講這個四界八點了 而且佛陀當年開始修行 也是從四界八點開始起步的 他也是從四界八點去修 然後一直就是三界修 修社會無社會的定 但是這個定的話 就是社會無社會這個定的話 就是說如果你往生到這兩個世界的話 天生就具備這種定 你就不如在人道還要努力的氣中賣情去修 這也是一條路 但是佛陀是最後講大臣的時候 從六條路走 他就覺得這個 靠離情區域去走 就快了 就覺得很難得 到這個四界八點 他要氣中賣情 就從離情區域 純粹平地了這個世界走的嘛 就快 所以他的弟子都 所以他介紹這個是 因為其他專派都在修 他弟子很多就已經有這個定點 就直接就從六近町裡面進去 經過四三八點 什麼 大臣道不是走無分別路線嗎 就像跟元通啊也跟元通啊 他就直接修新的無分別嘛 修紫觀啊無分別這些 這個就是區別於四彩八點 四彩八點它就是修氣中賣情 就是如如不動啊 就是屏蔽了外法 就是最後滅禁兵嘛 進入滅禁一切 外法滅禁 就是進入那種擁擠的法城境界 就是好像就像進入那種 宇宙衛生之界 外法沒有的 就是其實進入一個偏空的境界 啥也沒有 他屏蔽了外法嘛 他在他住在那個店裡 就就氣中賣錢 他可以請長假 他可以不出店 就一直就在那住著 他就不輪回嘛 他不出店就不輪回 他出店還是會 你看那些阿羅漢克斯 能住八萬大街 在店裡邊 他住好久 有時候幾百年 他就坐在店裡不動嘛 他也不輪回 甚至他入店 假如是50歲 他出店的時候 還是50歲的下嘛 他甚至都不生長 因為什麼 他呼吸氣中賣錢 叫面禁定 這是十三八年最高境界 即滅為樂 他以那個定作為一個最高的成就 他認為他可以解脫樓尾了 就在那種定中 他可以不樓尾了 不再路倒樓尾了 它是無念 它是真的是無念 它是真的是無念 就斷面空 其實屬於處 就是無念 它就完全屏蔽了 就是 他進入那個 就像有些中國的 好多都叫 也有其他都叫進入 就是說 萬法衛生之前 一片紅洞 萬法衛生 就啥也沒有了 無像 無像的境界 他不是說 從這個像中看到空性 他是無像 屏蔽了一切的那個境界 就是建立起了一個 空極的一個法城境界 他認為那個境界 就是叫滅盡一切 叫滅盡定 在這個地界裡 他就可以不樓尾 就可以人無我 他就覺得自己空了 那屬下還沒接觸到這個圓局性 他還在幻境裡 那個境界 還是他二元分別出來的 相對於 他不是他要出生死樓尾嗎 他相對於樓尾 建立一個不動的幻境 他還是意識層面建立出來的 還是相對於生滅法 建立起來的一個 激燃不動 氣中邁起相對於 就是我們平時是 氣在循環的嘛 他現在相對這個建立 其實在頭腦裡邊 建立出這樣一個幻境了 這個時空幻境 成滅盡定嘛 三間就是幻境 是我們意識分別出來的 那個威樂禁定是阿羅漢的一個果位 果位 禁面為樂嘛 是通過修阿羅漢的果位 那如果其他道能修到這個禁面 就修四禅法典道地的時候 阿羅漢具備這種定律嘛 對 也是和小村伯教的一個果位嘛 那其他能修到這個 OK可以 這本身就是個共修法 印度教也可以修到 禁面地也是個共修的 就是說你現在修大成道也可以修四禅法典的 只不過你一定要明白這個面禁定不是最高果位 你知道這個面禁定是你的頭腦製造出來一個幻境 你還在幻境裡 就算你在定在這八萬大街你不出 但有一天英元居住你還是會出定 突然就出定 出定以後你啥也不知道 你甚至都不知道是我在這幹什麼 你都忘記了 你看每一個阿羅漢出定都會問 現在是幾幾年 他的年代他什麼 他什麼都不知道 從於什麼都不知道的狀態 就像個斯多爾漢坐那兒 啥也不知道 但是呢他沒死 他活著 但是他呼吸什麼都停了 但是他 比如說他可以打坐五百年 他不動 我們這五百年又摟回了五次嘛 最少摟回五次 人家這五百年就沒動 人家就不摟回嘛 就起了吵架了 但是有啥意思呢 他五百年沒動沒摟回又有啥意思呢 是不是 他除了定還都摟回啊 他還得再六道摟回 就所以這個沒意思嘛 所以要回小巷大 但是如果在這個基礎上 修大清道的菩薩行 那就再修無分別境界 那就很厲害了 因為他太容易了 你告訴他那個無分別境界 他馬上就做到了 因為他定力很好 他馬上就能放下所有一切 他能屏蔽一切 他就融入不動 你說你只要不動不分別 他馬上就不分別 因為人家吸氣欲望盡了嘛 定力很好 你撼得不了 你罵他 毀譽不 你罵他 你打的他都 他可以不動 他有那個定力 因為在那個基礎上 如果發大成形 就很容易證果了 有的阿羅漢聽了一場法會下來 人家都是登地了 都地菩薩 就很厲害了 一下子他那個念一轉 可能就幾地菩薩 七八地就上去 他就能證得 當場證得 他證得的原因 就來自於他那個定力 他只是不轉念 非常危機 對 威脅 他也轉念也挺難的 因為他喜歡那種 小成那個 寂面為樂的這件 他對這個世界萬法不起念 就是不起念 就是說 他感受不到這些東西的樂趣 他不喜歡 就是說 你跟他的這些絕餅 他口感 露根 他對這些紅塵的感覺很淡膜 而且對杜仲森這件事 他也不感興趣 覺得仲森如患 每個人因果自負 他不會就是普逗眾森 利他 用種種賽橋方便去說 這些他 他就一點興趣也沒有 他起不了那個興趣 他就像有寂面為樂 就是覺得那個是最快樂的 是不喜氣 就是寂面是最快樂 一個人坐在那兒 全世界很安靜 就是眾森如患嘛 本來就沒事 你度什麼度啊 但是他不知道眾森執著 他慈悲沒生氣 眾森執著 眾森不覺得如患 在他 他其實也懂得眾森 度眾森也無眾森可渡 因為一切如患嘛 他這邊空了 跟城都空了嘛 所以他不在乎 眾森苦不苦 他覺得你 你那這個幻境 你苦啥呢 是吧 你是個幻境嘛 你苦啥 所以他起不了那個慈悲嘛 但是眾森知道 眾森很苦啊 眾森執著 眾森不覺得自己如患 菩薩他從這個 畢竟空走 但是他的慈悲心 同時就跟 同時在空心裡 他從一起步 他就要為了利益眾森來修 他那個發育也不一樣嘛 所以他 他在正如這個定的同時 他的慈悲心 跟著往上走 慈悲心啊 平等性 所以他是知道眾森 他覺得自己 自己未度 他要先度眾森 他就不斷地修練 自己這種慈悲 那個眾森就是 這個才能成了佛果 因為你跟眾森是一起的 你不能屏蔽了根層去修 他其實他還是沒正德嘛 他就在這個幻境裡邊 再是一個化成 面鏡定是個化成 就在那呆了兩天 就不管他怎麼修 他最終還得了知緣起信空事件 還得走大城路線 還得重新修 只不過他快了一點 也不一定 有的人很執著的 那緣起信空那是屬於小城的 大城 大城 因為緣起畢竟空嘛 但是小城佛是講緣起法 在緣起法 講緣起法 但是每一個緣起本至空 他還不太了解 法空他不懂 他只是人空啊 就是四大間空 他先從人空開始嘛 但是佛也告訴你 先從人空修 最後修法空嘛 從小城走大城應該是這樣 如果從小城 先走四財八定 然後接到大城上 你才真的能正國 就是正國從人道走這樣 也是實時寂靜 你就感覺到自己 在城道的路上了 就是每一走一步 你就覺得城道了 沒走一步 但是那個就是 一開始就要跟著佛陀出家 那樣走的 但是我們比如說 現在已經在家了 大家已經是這樣了 你說 那怎麼接引這個在家人 那你就直接從大城到家了 就好像把小城到這一塊 這個定律就平靜了 所以大家思維就是說 其實很聰明 你能聽到大城的理論 但是因為缺了小城這種定律 缺了定律 所以很多是理論是理論 做不到 就成了個斷層 其實從小城走 如果是從一開始出家 離奇去 不在乎你去一些寺院 但是先平地這個世界 一切 然後一門心事的休息 然後把自己正的 正的小城的食材拔地 然後轉入大城 這個是很快的 而且你會邊走邊功夫就出來了 這是最快的 但是你剛才講的是說 沒有這個平地 就是不會干擾 從不分別修 從耳根原土 從這個六根 從開悟這一塊走的話 就很容易出現口頭殘 就口頭殘 可能也出現理論是理論 功夫是功夫 很容易出現斷層 就這樣可以加上這個定律 就很容易出現現在的狀態 就很多人會說理論 但做不到 阿龍漢的根層空 和你評審說的根層脫落 不是馬上的 他層沒空 他是屏蔽了 屏蔽了 他不認為空 他是覺得沒意思 啥有意思 他不是脫落 他在分別 他界面為了 他在分別這個界面的樂 他認為這個層樓 最重要是他沒從樓回解脫 這才是問題 他沒層到 這才是問題 他在分別法層 他覺得這個 無意義 什麼有意義 他敢下個定義 這個什麼意義的 哪個是修 成道是有意義 他已經把成道這件事成為一種 他就有個果 他就有個羅愛果 其實我們本來是 本來是佛 你要有所得 有所正 這已經還在路上 是吧 如果你無所得 你了之無所得 佛果是沒有的 是吧 你本來就是哪有什麼果 就沒有果未進階 所以從無上正等正確的時候 所有的都是無上正等正確的境界 從這個桌子上 一切也是果未成就 無上正等正確沒有境界可言 不能說是我正道祭面為樂 不是這樣 他有一個有所得的境界 他已經在 他已經錯 其實他是修 他不是在成 他不在成道的路 只是那樣修 對人力來說快 知道嗎 那樣修 如果你發了的 回小夏打很快 嗯 就是就是你會 你會感覺到 你每時每刻在修的過程 你就在成道成道 你就有成道的感覺 就是有功夫 現在就是理論理論理論 但是功夫好像死死不出 嗯 你本能的六根的七情六欲 干擾的太多嘛 嗯 你不斷在紅塵裡邊打管 不斷在紅塵裡邊 很多東西帶有夢想和幻想 你 你就沒有下狠心 我要為了成道平地 六根根層的一切 你老實說 你沒把六根當成夢幻 這個根層你不當嗎 你滿足它的每一個慾望 你修行還是為了滿足它的慾望 嗯 就是你滿足你那種好奇啊 滿足你那種心裡邊那種不舒服 你要瞧得快樂一點啊 這還不是滿足六根嘛 就說這個時候你遇到事情 你就千一跑 所以成道得越來越少 但是阿羅漢就就是 他在幾百條戒律下 他就馬上屏蔽了 就是有四大街空 這個這個世界沒意義 哎 他就完全放棄了這個世界 所以他有一些全身心的專注於修道 所以他最後有一個阿羅漢果渴在花城裡邊 他這是不究竟嘛 但是他可以如入不動啊 他可以在那種定定裡邊 他可以 他可以 你撼動不了他 輕易的這個事件的名利啊 什麼這些撼動不了 他能列出來 對這些生死的東西 他已經看得太清楚了 看得淡 就是無所謂 雖然他不是看透 但有援助是還能轉 看破沒有看透 沒有看破 就是沒看透 他只是說不在乎 不在乎 我不在乎 我無所謂 他能達到這個境界 但這個是偏 偏空的境界 白空偏空 這個這個不算是中道 他真的覺得這個世界沒意義嗎 他就直接走了 但是很多說 很多阿羅海去修 就很灰暗修的 有很多阿羅海修 還沒修到阿羅海國 在修的過程 因為死打皆空 外界又覺得無意義 他就會自殺 就是活得很累 覺得修不成 就煩死了 就不想活了嘛 就那會兒生團 還有出家自殺 就對這個身體 對這個身無可戀 沒有什麼可留戀 大菩薩就不是啊 他邊走邊動眾生 把所有的假象 就看成妙友了 他不會覺得這個是 他雖然是一切畢竟空 但是他覺得這個是廟友 正因為說是一切都是畢竟空的 這不更有趣了嗎 他就賦予它更廟友的意義嗎 他賦予它更積極的 遊戲的意義嗎 遊戲畢竟空 他就覺得更好玩 他就 他對六哥說 哎呀我的嘴吃到這個月餅 挺好吃的 他覺得很開心 全然的開心 他會在每一個刹那賦予他意義 他就成了聖空的廟友 他不會夜靈眾生的 不會厭倦眾生的 你覺得每個眾生 哇就像一個演員一樣 在這個時空中 只是他迷失了 他迷失的 他有他的能力嘛 他有他的功能 他那種 不管他世界什麼 就是他迷失成這樣子了 那個又迷失成那樣子了 他覺得挺好玩 小崔阿羅漢他是屏蔽的 他不是站在空訓的立場 他就覺得這些 就是因為他要不覺得這些很灰暗 他放棄不了那些慾望嘛 放不下自己六根層的那個慾望 所以說是 哎這些都是抽皮囊 這些都是講的 這樣他就能放下 所以他那個是屬於在空襲的狀態 不是在空襲的狀態 根氣吧 有的有的弟子就是根氣 所以他才出了小城嘛 就是佛陀 因為開始發不起的說是走空性這條路 就是說你說 哎你要正如空性 可能這個弟子 說 我不想 我不知道空性是啥 我要不想成就無上正的教 我不知道無上正的教 我不知道你這個空性是啥 但是我實時就感受到苦了嘛 我要離苦得樂 哎 哎 還有我要出生死路回中間 我要生死我要離苦得樂 那佛就說你修善巴 你可以離苦嘛 你住在寂面為樂嘛 生命面一寂面為樂嘛 他就找一個寂面為樂的境界 愛處在那不動了 嗯 你說空性他不會停 他不想學 但苦就知道 苦 哎我想樂不想樂 所以他講了八苦人生八苦嘛 嗯 苦即面道嘛 講這些 嗯 所以從這個苦 要產生那個處理心啊 小勝啊 對啊 產生處理啊 嗯嗯嗯嗯 所以他就知道他不修 不跟佛陀修 嗯 開始誰跟佛陀又沒什麼名氣 嗯 然後開始成了 他又理解不了如來的境界 誰跟著他修行啊 但是他說你苦 我能讓你快樂 他就跟嘛 嗯 我能讓你 怎麼離奇去啊 什麼我能讓你 但是很多的 當時的黨地者 都在其他門牌修過 嗯 修過四彩八丁 那麼大勝法他直接就是從 我們的元節之境裡面 修中道 他就切入中道 直接就告訴你 你要成就無上政的這卷 你是如來嘛 你本質跟我無二無邊嘛 我直接就講最高界點 嗯 就直接從中道裡面 對中道 中關 中道裡面走 嗯 講元祺信空 講中道 然後講如來的一滴嘛 就是你就是跟我一樣的 怎麼樣 那是天向信空最方的 就是元祺的 那是元祺法 那從元祺裡面進去 其實講小誠實是根氣 就是剛開始接受不了的 就空性 他所以講是不方便說 方便講 方便講 最終佛陀是講第一滴的 第一滴 是沒人跟著學 知道嗎 剛開始沒有那麼大成根氣 沒有太多的根氣學 因為太漫長了 直接從這個走 沒有人接受這個思想 嗯 所以他現在講的那個環境 就是在講這個空性 是不是 其實一直講空性 小誠也是想在這個過程中 把他導入空性 小誠就那個處理 那處理他 一般可能他了解 會不會是說元祺他沒有住性 他沒有住性的話就是 等於說很多東西都是一種幻境 那他就等於說他 你不用這樣子去判斃說 小誠一定的大誠說是有什麼區別 不要用頭腦去去給他下了間歇 小誠的大誠有什麼區別 其實佛陀當年 其實是我們後期把它分成小誠大誠 封得這麼明顯 其實當時佛陀只是對跡說教 他所以後期把這一段時間的說教 成為小誠 只是對跡說教 因為當時他的弟子 他的弟子們的接受程度思想 只能是那樣教 就是我這樣跟你講 你說過我就這樣教 你說是采拔地 我就這樣跟你解釋 其實這個過程中只是說 不斷地交交交交的過程中 不斷地有一天跟你說大誠而已 準備說大誠而已 準備說第一第二 只是說他問苦的時候他就講苦 他問說說我怎麼面對 就是說四財八底 我只就這樣說 這樣子就能進入 但是那個時候說空性理論呢 小誠弟子不接受嗎 他已經是進入那個絕授了 比如說他在體驗食材 柴月嘛 柴月為樂嘛 他住在四財八出財二財 那個裡邊很快樂的 你知道嗎 他在柴地裡柴月為食啊 他可以不吃不喝 可以不呼吸啊 他有體驗的知道嗎 他不會出來的 那佛陀就導演他一直一直到四財八地 都說你這些定叫什麼定啊 你這些定 然後他其實他導演的目的是 讓這些他也在講啊 他不講 弟子們說你連這個都不懂 你還不如我呢 是不是 我為什麼要跟著你到學呢 那佛陀必須懂弟子們學的所有東西 弟子們已經在四財八地 已經修苦行修頭脫行那些弟子們 挺厲害了都修的 那佛陀必須懂他們修學的所有東西 過程 他在二財裡面 他就說二財的事 他在三財 他就說三財的事 你在 他知道 現在他們安心 然後跟著他修 他的目的是 這些東西 整個 其實最尊佛陀是想說 疫情交易 說元起星空的 說空性的 是空不二的 說這個間諜的 但是呢 小村弟子已經走成那樣了 很多很多弟子剛開始已經走 那就他的根器 他接受不了第一地嘛 所以他就先講這些 其實 裡邊也有些弟子已經在講大城了 有些弟子他也沒有其實那麼 那麼說明顯的說 小村教育一定是那些弟子在修什麼 大城教育一定是那些弟子 就是菩薩在修什麼 其實只是後期我們在佛教領域的話 把初期的講法 大概地歸入為小村 小村弟子有時候也會跑到大城裡邊 思考一下的 他沒有那麼明確的 其實 你看法華經 你就知道佛陀 始終其實是如來出世的唯一目的 就是講一佛 講大禪 講第一地 其他的都是再次讓你安住 就像你來了 比如說你跟我說 哎呀我這兩天就到二財了 我在那裡邊 財業為了什麼 你的定力啊什麼 那可能我就去講二財 就三財四財去體驗 也可能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不會接受那些 慢慢有時候 他知道到什麼時候該講的 你告訴他 只是所有的定義跟畫 規畫都是後期 我們在佛教上這樣周圍 那樣給他畫個名 這一段時期 五百年成為小村時期 這一段是大成時期 這一段是都大成古少的 不管是後面規劃的 還有就是說 好像大成小村有什麼區別啊 因為在概念上 在星星上有什麼區別 在石修上沒什麼 只不過那一刻你執著在哪一刻 你的毛區在哪裡 你這個人裡的修行 你的毛區在你執著在哪裡了 你執著在二財定裡邊了 那可能就畫在小群了 你執著在無分別 他執著在哪一個毛區在哪裡 你就把你畫到那邊 就像那些阿羅漢弟子 那等於說到他如果有進入到空性裡邊 他自然而然的 他就說普渡周生這件事 就是融夢幻浩營 他的修行就決定了 這就像我現在說 你升起慈悲性和平等性 你說我升不起來 我想慈悲 我也想慈悲 我升不起來 他沒那種訓練 他沒有從那個角度訓練 訓練自己 空性不圓滿 他又執著有毛區 那他還沒有接觸到空性這一塊 還是已經有 也有的弟子已經接觸到了 就是在小城地子裡 有很多大城菩薩 已經在理論上接觸到了 所以所謂接觸就已經有去領悟到 聖空的這一塊 對對 有的修行到一定程度 但幾個別已經接觸到 就是有的還是就像這個小孩剛入門 你教啥呀 他不行 他沒定性 你只能說 和平術者做好 做好 持戒做好 就像一年級小孩子入學了 寫字 橫平素質 你說他歪一下行不行呢 佛陀也行 只是說 你開始要打得好的精神 等等 就根氣啊 他接受不了一些 打得 就是 有些修法還接受不了 那像以前那個 弘青老婆上 他這個入定 四何日 然後再出來 這個是在那個被禁令裡邊 還是說 沒關係 有些大哲不上也修四殘八點 很多大哲不上也同時 所以像這個也實際上是在四殘八點裡面 如果入定幾十天出了 屬於一種禪定這間 屬於四殘八點的間 基本上要求劃分的話 他就劃在四殘八點 就是說很多就是 就在 定中 這有分兩種 一種是說 他在定中呢 寥寥分明這一個宇宙的一切 寥寥分明這個世界 也寥寥分明其他維度 他在定中做事 他不出定 這是一種大登地大菩薩的經驗 但這種呢一般不會不出來的 他一般 因為他會自由出入 所以他就 他不可能做二十天不出定 這個反而是 就大菩薩反而不會這樣做 但是有些 就是進入 突然就像阿羅漢 就像虛擁老和尚 或者 他會坐二十天 突然坐在裡面 他就出不來 他就寄滅了 就是 那個時候突然就 起床賣錢 他就二十天以後 他突然才出去 或者拿引擎挑 其實這個屬於四殘八點的反處 他在那個定境裡 也有可能就是 看等級了 這個就很多了 有的就可以 出神了 就像道教那種出陽神 就出神去 其他維度玩去了 就是去度眾生 或者做些事 有的就啥也不知道 就祭滅了 就是那種 就這就等級不一樣 有的是在祭滅 就是住在一個空氣 游擊的境界裡 如如不如 其中賣錢 這個也能做很久 還有一種是出陽神 就是有個肉體在那兒 其實神不在 這也是一種 那陽神跟陰神有什麼區別? 他就是修煉到一定是 我們叫陰神 修成的話叫陽神 就是有個比如道教 這個陰神陽神是道教的說法 就是從陽子 你看呂鬥冰啊什麼這些 他叫從陽子 就是說 七脈轉化 這個經代裂成了 他就叫從陽神 裂呆嘛 內呆 變成說他也是一個形象 那我們肉圓看不到 陰神呢就是屬於靈魂的城 就是你走了就叫丟魂了 陽神呢就是這個神可以 就是層次很高 他可以來回進出 就是出去你這邊也不會丟魂 他可以就是你 你就成了他一個進出的家了 比如陽神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要進入陽神 比如說你這個肉體在這兒 你這個陽神出去了 你已經練到陽神的境界 陽神出去了 就算這個陽神在這兒 這一塊出現問題 這個陽神是知道的有時候 但是這個陽神要丟了的話 這就是病態了 就是不對了 就是丟了回不來 這個這個身體會出問題的 有的陽神出去 但是道教跟佛教又不一樣 其實這時候 佛學沒有說陰神陽神這回事 就不從這樣說 就沒有這種講法 講那個中陰神這個事情 定有很多種的 同樣的就是如如不都坐在那兒 但是我就說簡單的分別 就是一種呢 我只叫這個名詞 是沒辦法不知道該叫什麼 一種是就是進入一種紀念境界了 不動也能坐很久 還有一種就是坐在這兒 就好像有一個你出身體 佛學叫化身嘛 有一個你出去了 在其他維度做事 這個也是可以做很久 也有可能不動 也有可能回來不回來 比如當年的佛陀經常入對 然後說去哪個天去講法 到那天啊什麼 有時候去他母親說法 一說幾十天 也可以入對的 但這個成就跟阿羅漢如如不斗 坐那二十天就完全不同的 兩個境界了 但大菩薩呢 還有一個登地菩薩 他是他坐在這兒不斗 但是他同時了了分明 每個維度的事 其實這個才是色空不二的定境 遊戲畢竟會 但是這個不圓滿在哪裡 他有個進出 他還有個像給你看 就坐在那兒有進有出 但如來空定的是沒有進出 我們就像能也定啊 這叫如來空定嘛 能也大定 如來空定是無相的定嘛 就是說你每次每刻在空心裡 其實你對空心已經圓滿的了知 無所謂進出啊 無所謂動靜啊 無所謂定或者不定 定已經無相了嘛 就是這種定是如來具備的嘛 就沒有進出 他說也是定 不說也是定 他動也是定 他靜也是定 他閉著眼進入四才八定 也是如來空定 他不進入四才八定 他也是如來空定 一切下都成了如來空定裡面的道具了 就是看你的正量了 所以釋迦牟尼佛成道以後 他也是些四才八定 但他是四線四才八定 他不是臨死涅槃的時候 他是通過四才八定去涅槃的嘛 他也四線四才 但是他是住在空定裡面 四線四才八定 在如來的果圍上 但是阿羅漢是只能正入四才八定 這個裡面差 差很一樣 不一樣的 就差很多了 所以大菩薩格如來佛國的人 他也做四才八定 有時候也起入四才八定 但他也起入其他定態 他只是遊戲各種狀態而已 但是你說他那個狀態 不過我的經濟 一樣的 一一樣的嘛 元其幸福就是講的 中道 中道 能也大就是你本定 你本來就沒有動靜的分別 怎麼還不算定就動 你沒有分別的時候 定是相對散亂 你說有一個境界 但是如來你已經沒有分別 如果你沒有分別的話 何來定開呢 什麼不是定開 所以就永恆了 沒有時空了 一切就變永恆了 胡入不動 所以如來初來沒動過 沒輪迴過 這是能也大定嘛 我們本來定 但是要達到這個 需要各種定案之境 什麼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